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多少少了 他多少少了 金星袖口非等心 几颗茫下 谁说女子是若者 且看他和他 啊 啊 啊 会上多少男子 啊 啊 啊 见下多少少年郎 啊 啊 啊 不是啊 我们两个碰到像这样的事情 可多着呢 荷花 你看清楚了没有啊 表小姐 我看得很清楚 明明啊 就是那天那个货郎挑嘴 我还看见刘坤带他进去 我就觉得很可疑 他们两个怎么会认识呢 我就躲在花台后面啊 想看个究竟 哎 荷花 你一直 在花台后等到他们出来 是啊 表小姐 他们两个啊 进去没有多久 就出来了耶 手上还拿着一张纸 刘坤还指指点点的 那张纸上 画得好像 就是咱们这栋宅子的图样耶 哦 真是胆大妄为 目中无人哪 哎 荷花 那阿根呢 哦 侍侍也跟他们在一块 没有 阿根隋老爷收租去了 更不在家耶 看这个情形 阿根对这件事情 根本都不知道了 嗯 听阿根的口气嘛 这刘坤 只是他一个远房的足旧 本来就不怎么熟 大表妹二表妹 等爹回来我们告诉爹 把那个姓刘都赶出去算了 不 表姐 刘坤这一次 假借探望阿根的名义来这里 一定是有所图谋 我们如果不把他的阴谋揭穿的话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是啊 我早就觉得他的行踪可疑 嗯 哎 小姐 表小姐啊 他们说得对耶 这刘坤 这用什么打算而来的话 我们就这样子把他赶出去 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嗯 他是不会甘心的哦 那 那我们怎么办呢 任凤啊 没有想到这一回的事情 会落到表叔还有表姐的头上 我看咱们两个更是义不容辞咯 那当然咯 那当然咯 阿根啊 啊 我告诉你啊 听舅舅的话 错不了的 昆子舅舅 嗯 你不懂啊 我不懂 哎呦 你真把舅舅是当成乡巴佬 什么都不懂啊 哎 哎 昆子舅 嗯 荷花虽然是个丫头 可是我们家小姐 拿她当自己姐妹一样看待 有事有商有量的 她是什么地位 哎 什么地位 丫头总归是丫头啊 这丫头配上你这傻小子 可真是门当固兑天造地设呀 可可是 嗯 我又笨又没出息 她怎么会看上我 我错 你呀就吃亏在笨上面 太老实了 老实有什么不好 哎 这老实啊 就娶不到如花似玉的老婆 阿根我告诉你 这次我出来 你娘是再三地交代 啊 让我在你面前啊 才催你家紧命点 娶一放媳妇 也好让你娘啊 早点抱个孙子嘛 我 我到哪去走啊 这 哎呀这跟你这傻小子说话 真是急死人哪 哎 这眼前不是现成的一个吗 来呀我给你我 怎么样 荷花你喜不喜欢 啊 荷花 啊 啊 我 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喜欢 好 看舅舅的 这件事 舅舅替你帮忙 啊 舅舅 荷花 他怎么会喜欢我嘛 放心 听舅舅的错不了 舅舅自然有办法 舅舅 你要干什么 你没干什么 你反正你听舅舅的错不了 傻小子 啊 放心 不 哎 哎 这 哎 哎 哎 啊 舅舅今儿个高兴 想再多喝两杯 哎 没有酒了 来来来 跟我去那点酒啊 哦 舅舅 嗯 这么晚了 不好再出去买了吧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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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老爷子的酒 不是由你保管吗 来来来 帮舅舅去弄一点啊 弄一点酒啊 哎 哎 我才不要去做小偷了 哎 哎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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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傻小子 舅舅只不过是试试你的 啊 等舅舅啊 把你跟荷花这一档子没做成了以后 嘿嘿 到那个时候 可点要亲舅舅 冲冲快快的好好的喝一对肉 Roma 嗯 哈哈哈哈哈 啊 tickses 我 我 荷花 我 你沒事啊 我到這兒有事找你呢 你 你找我 你過來 我有話跟你說 你過來嘛 我給你講悄悄話嘛 來 阿根啊 我跟你講 那些昨天夜裡啊 老爺宵夜 一壺酒啊 喝了兩口 他就不喝了耶 算了一大半壺 我把它留了下來 待會兒 你拿給昆子舅去喝啊 真的 那昆子舅一定高興死了 昆子舅舅來嘛 就是客人 我也沒有什麼好招待他的 借花獻佛嘛 表示我一點心意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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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荷花 阿根啊 你到底有什麼話跟我說 你快講嘛 我 我 唉 你快說呀你 什麼事嘛 好 我想 把這個 送給你 送給我的 送給我的 對 你 荷花 你喜不喜歡它 我喜歡 我當然喜歡咯 那天啊 貨廊挑子來的時候 我就想買 可是 我又覺得太貴了 阿根啊 你看好不好看 看嘛 看好不好看嘛 阿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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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好看 不 荷花 你好標誌 好好看 看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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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跑 阿根啊 表小姐 你們兩個在這裡幹什麼 我 回去表小姐畫 我 我 我 沒 沒 沒幹什麼 荷花 你是不是看唱本看多了 表小姐 學一個後花園私定終身呢 表小姐不來了 荷花你別走啊 阿根啊 人都走了你還少見這兒幹嗎 我 你要怎麼看 你們喜歡 尋思 你娘她这个毛病也是老毛病 既然你已经请了囊中看 并且你家里面也有人照顾 为什么非要落着回去呢 老爷 这回人家带口信来 说我娘的病患得很厉害 求老爷开恩 让何花回去看一下我娘 也好放一下这颗心 你娘生病你回去就放心 那么你走了以后 这家里面一些资金 你就不管了 老爷子 这家里的人手很多 像那些个粗活 叫别人招呼着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 爹 您就让何花回一去两天嘛 何花也是一片孝心 再说家里面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非荷花不可的 秀英 你不去看一看 这个花园哪像花园呢 乱七八糟的 残花烙叶遍地结束 这个家具哪像家具 这上面都有一层灰 差不多有一寸号 这个丫头啊 是越来越难了 她都是你宠的 你惯的 老爷子 今天是好日子 我看我就召集大家 来个大扫厨 对 我赵管家 你做你自己分类的事情 少管钱事 去吧 是 是老爷子 是 是 没有啊 爹 何花还不是把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爹 您就让她回去吧 老爷子 您让何花回去两天 她该做什么事 我带她做都可以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味儿 嗯 是 老爷 老爷 求求你 求人让我回去看一下我娘 求求你 老爷 哎 表兄 你就让何花回去嘛 表兄 你就答应何花嘛 她回去 来回只过才两天 而且要回去看她娘 也是人之常情啊 就是啊 哎呀 你们不知道 她娘的病啊 没有什么关系 说不定她回去 她娘的病就好了嘛 我说阿根哪 小的在 你带五两银子啊 马上到这个丫头家里面去一趟 并且告诉她娘 叫她娘好好救养就成了 去完了就回来啊 老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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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你 让我回去 等我我娘 求求你 老爷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 吃吃吃 唉 何花啊 現在 你總該是嘗到了 這端人碗 婦人館的滋味 他不讓你回去 你就不能回去 就得乖乖地聽人家 我真沒有想到 老爺這麼固執 何花 老爺 也許這兩天 心情不太好 他有什麼心情不好 我娘病了 我的心情就好 一年只有三姐 我只回去一趟 我娘病了 又不是常有的事 我這做女兒的 你回去看一下都不行 老爺自在太不講理了 為父不仁哪 這個老家 何花 你不要再哭了 明天一早 好 我 我就要去你們家 您要跟大娘 要講什麼話 你就交代我好了 我娘啊 她看我沒有回去 她一定會很擔心 也很難過的 阿根 我麻煩你 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 帶去給我娘 麻煩你 好 這成什麼話 這成什麼話 這 這 家財萬貫的大老爺 這五兩銀子也開得了口 這連連阿根都戳不了手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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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更高興 阿根 阿根 這不行的 這樣不行的 沒關係沒關係 好 這也是阿根的一點心意 也是昆子叔叔疼你 來來來拿著 拿著 拿著拿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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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根 阿根 你不是說 今天早上要去看我娘嗎 怎麼還沒動身嗎 荷花 今天早上老爺派人來跟我說 家裡有急事 說叫我不要去了 那怎麼辦嗎 那誰去看我娘 老爺派別人去了 派誰啊 這 他沒說 我也不敢問啊 去了沒有啊 這回去了沒有嗎 我看這個時辰 八成是去了 荷花 你放心好 老爺一定會派人去的 決定誤不了事 你擔心死了 是不是 我從受到 不行 你去 amounts 真的很 cheers sk 放下 你錢 你看 幾架 這 这是应该的 大人 大人 春风 您回来了 是 属下已经见着了两位小姐 不过 带了一点小麻烦的回来 什么小麻烦的 姐姐啊 那天陈锋来 你是不是把曹家所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都告诉她了 当然都告诉她了 表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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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 葛花 你们俩急急忙忙的干什么 那个货郎挑子又来了 对 又来了 太好奇了 我跟你讲啊 上回老爷交代过 不许我们再跟货郎挑子买东西 他说姑娘家啊 不能够抛头露面的 站在大门口 跟不相干的人说话 是啊 表叔是这样交代过的 对了 刚才那个昆子舅舅讲啊 为什么我们不让那个货郎挑子 从花园的后门进来呢 这 药石在小姐那儿 我去找小姐拿去 哎 何伙啊 这样子做好吗 有什么不好啊 只要我们不说 老爷爷又不会知道 对对对对 表小姐 我那边还有事要忙呢 这 阿坤 你去忙你的吧 好好好 姐姐 嗯 我看那个刘坤 把货郎挑子引进后花园来 一定有什么用心 那还用事 待会儿 我们就一直点了 我去看人去 表姐 表妹 你们可不许告诉我 一定会儿我们一定会儿的 表姐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告诉表叔的 要是表叔知道了 我们也会被挨骂 还有和花园过去打一顿 把弹子放在这边啊 小姐看好了 我们就赶快走啊 是是表小姐 是是 哎 小姐 我这又到了一批新货 你们慢慢挑 好 好 小荒郎挑子啊 这么漂亮的地方 你进来过吗 我怎么进得来呀 你瞧瞧啊 这房子盖得多别致啊 打这走廊嘛 到那边嘛是第二进 那第二进呢 和头一进大厅是连在一块 大厅是招待客人 真正住家呢 是第二进 我今天可是开了眼界了 这头一进大厅的旁边那个门 就通到花园 你瞧瞧 哎 有花 有树 有草 真漂亮啊 这房子可真大 这一六强 只有那一道小门 但是我告诉你 是常年是闹锁不开的 今儿个是你的面子特别大 可是经常是不开门的 是是 是是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好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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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